10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立法会发布任内第五份,也是本届特区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林郑月娥在报告中表示,受新冠疫情重挫,香港旅游业目前仍处于困境之中,特区政府除支援业界外,也要为复苏做好准备。 10月4日,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尹宗华也在《落区聆听同心同行》系列活动中,走访了六家中小旅行社,了解疫情下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听取旅游业界代表的意见。 日前,已从业三十余载的香港旅游界代表施俊明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感谢中央和特区政府一直以来对香港旅游业的关注,这些支援措施将帮助旅游从业者渡过难关,重施信心。 去年开始,由于疫情的原因,香港政府和旅法局对我们旅行社都某些程度上一些资助,政府就直接资助公司或者公司的员工都有,旅法局就运用它原本在境外的宣传费用,就转来资助我们,搞一些我们叫做想理由香港, 比如香港市民去购买800元以上的消费,那它就可以来我们公司报名我们的行程,那这些费用就由旅法国那边资助。 自1991年开业至今,已有30年历史的东升旅行社可谓见证了香港旅游业的发展变迁,2019年的修理风波对香港旅游业造成巨大冲击,仅随而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席卷全球,也让香港旅游业跌至冰点。 作为旅行社负责人,施君明坦言,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未曾经历过的时刻。 在疫情之前,我们平均一个月接游客到香港的,各种游客加在一起,少的就6000人,多的有时去到1万人,目前已经跌到,我都不懂怎样去形容了,有时整个月都没有客,有时就是做本地游的客,那只能够是三两百人每个月, 业务的下滑是跌破了九十几个百分比,一路等,就没想着会等到那么久,就直到现在已经是一年多了。 根据香港旅游业现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指出,县界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及项目,包括成立法定旅游业监管局,加强推动文化、古迹、绿色及创意旅游项目等。 疫情下,香港旅行社也立足本地游谋求出路,施居明认为,文化是旅游产品的核心,另辟蹊径创新发展本地游的形式与内容,是香港旅行社当下的新机遇。 例如一些以前出名的电影,出名的影声,曾经拍摄过的景点给人一个回忆,将不同的行程故事化去讲解,令到这些客人会觉得,啊,是另外一种风味。 随着香港疫情形势暂趋缓和,恢复两地跨境出行已提上日程,2021年香港施政报告中明确,特区政府会继续推行多项措施,以巩固香港作为一城多战示范核心区及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地位。 有关工作包括继续深化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建立大湾区旅游品牌等。 在市区民看来,大湾区是香港旅游业未来的新蓝海,他也期待有机会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 大湾区是我们香港未来的一个最主要旅游图画来的,一定要发展的,香港又有这个港资号大桥,在交通上面很方便,内地的九个城市各有特色的, 例如广州的岭南文化为主的,佛山他们有些所谓功夫之都,也有些专门讲食的,内地的那种文化我们知道,但是没办法新入去了解。 通过大湾区与香港这个互动之后,令香港人对内地更加了解。